本节目由搜狐视频游戏频道独家播出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ZDR对木轮的 这是前几天ZDR在天地上跟木轮打的一盘录像 后面我也是叫他传给我 据说是一场大翻盘 看一下吧 地图是一安 然后木轮村在地图左边 顾问兵开局 这也是韩国的暗夜精灵一个很常规的开局 一般中国的暗夜就比较偏科技 然后练33骚扰 韩国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练雇佣 比较极限一点的练集路线 那这样的话兽足 前期并不知道暗夜精灵是什么开局 对吧 当地洞跳科技 当地洞跳科技 然后去侦查 发现这边没有币牙 好了就可以猜到是 中在这里的 然后前期的话最好是补一个地洞吧 其实每个兽足他的对抗的方式不一样 而这些地洞这边的话 线不成为止是没有侦查到 线不成为止是没有侦查到 但我的话如果说 龙兵侦查到是那种 龙兵开局之后 我会第一时间在家里补下第二个地洞 不第二个地洞有个好处 有两个好处吧 一个就是可以抢绿皮 一个就是可以能够更好的牵制住暗夜精灵 好了这边是侦查到了 这边侦查到了 看下这家的第一反应 家里并没有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依旧的当地洞跳科技 狗公回来 狗公回来 没有说下去干扰 好 木轮这边 也去勾一下 一个一级狗头人 好 这边勾电盾 一个精灵够电盾 好这也是 比较屌的地方 诶 没勾上吗 这居然没勾上 这要都行 这个是没勾上吗 确实没有勾上 不是路上出错的 好这边打到一个加六爪 打到一个加六爪 大级健身之风步 第一时间来拿这边的三十块吧 好由于这边是没有电动的原因 所以练这边练机练得有点慢 直接练533的呀 嗯 这种路线的话 其实并不好 这种路线并不好 你练533的话 人家健身收割掉三十块之后 还可以回头砍掉你一个月级 不过这样的话效率挺高的 DH这边又可以拿一个宝 又有那个经验 将近三级 不过DH这边它它是没有 没有只拿这个三级怪 而是 收掉了另外的两个三级怪 就是没有宝物的 然后没有打上去某种家 直接看不懂的精灵 这边AC AC黄皮过来抢那个绿皮 十七点 绿皮也是十七点钟 刷第一个 这边是放弃买鞋 放弃买鞋 放弃买鞋 直接拿这个蓝胖 这边第二个精灵 过来接班 DH这边买到鞋 粉 丹串没有买 没有买丹串 黄皮 绿皮AC 过来双线这个311 这边又要死一个精灵 那目前青少是亏了两个精灵 不过可以成功的把DH锻定到3 好 这边这边 家里的 地洞的摆放的情况 这也是像我 像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其实不管打人主还是打野 授阻家里的地洞 最好是在一个方向 好 这边 建设它有一只指红布 这个能不能修住 有机会修的呀 诶 怎么不A了 这个是可以A掉的 这个技术A的话是可以A掉的 有机会A掉吧 也不是说一定可以A掉 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几率可以A掉 好 这边的地洞在一个方向 这样有个好处 就是你的残木农民 基本上可以第一时间到达所有的位置 而且你的地洞相互之间都有一个噪音 对吧 可以相互呼应 每个地洞之间都能保护到每个地洞 好 这边是来买鞋 木农这边 练这个愚人 那这样的话 前期它就把这家门口的点都练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没有了 未发狮王练及的地方 不过也可以 单DH去下户兽足 买个狮王出来 跟自己的AC黄皮绿皮一起去练一练这种点 练一练这种点 甚至说 DH烧了回家之后 单传过来 跟狮王一起把这个点拖掉 再回头拖这个点 如果这个得受阻布莱里加 只要受阻布莱里加 你就得提西 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放双BW 再补金灵 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源吧 这是木产 这是金钱 还是看人口吧 这DH都三级半了 经验特别高 三级半的DH 这边是没有任何尸体 所以刚才射毒加里是没有死单位的 这边狮王果然是这样偷的啊 哎呦 那这样的话 ZDR比较亏 这样ZDR真心比较亏 就说 不论他前期DH跟自己的BRAC 把自己的点位练 练没了之后 这边DH过来 吓唬狮 狮王这边又来 又来练ZDR的点位了 哎呦 还买了两个绿皮 直接不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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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然后又来练这个 两个三十块 哎呦 那这样TC的话 现在有点想的是 我的健身过来找你 我的TC马上出来 跟部队一起练雇佣 然后再一起练鱼人 然后再一起练这个分框 哎呦 这那么练迹 练迹路线好特别啊 真的 这个让兽数怎么抓 这不开图的话 真的抓不到了呀 好了TC想来练那个雇佣兵的 我没有练雇佣 而是第一时间选择练分框 有没有开框的想法 没有拖龙名 那就是没有想开框 这边找不到木 找不到 哈哈 来来商店买那个群补吧 顺便把把那个商店练了 好这边抓过来 发现这点位已经练差不多了 狮王直接第1时间TP 绿执卡位 对绿执卡位 保护了这个黄皮 现在的话狮王2级多一点 DH接近4级 哇 这边接近4级的DH 现在健身还没到3 趁两级半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人家DH在你家里不可能不管 你一旦去管DH 他的狮王就不知道去哪里了 狮王能练的地方太多了吧 这里可以练 这里可以练 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 所以还是挺难抓到的 除非一开始就丢个大击的这个地方 跟住狮王 看掉什么宝 掉了个眼睛 好吧 那这下狮王不好偷了 像这些单位的话 像是绿皮黄皮 他的性价比都没有这个了得高 而且木轮有TP的 有TP的话就还可以打 有没有买三发 目前没有人 目前42人口 但是没有钱 没有钱没有独球 好 这一波的话 木轮肯定会打亏 这波肯定会亏 一个是他没有 他没有那个 大四级的 德鲁伊 而且 而且他没有三发英雄 包括他的部队的配置 比较差 因为他之前为了练击嘛 就买了一些绿皮黄皮之类的 不过 已经无所谓了 吹风这边已经无所谓了 因为他 英雄已经有了等级 这鸟的就迟早的事情 鸟的就迟早的事情 鸟的就迟早的事情 而且你TC也不好练击 好像已经两击半了 那就都还好 目前的话 我还是认为 雷利亚有点小劣势 看他怎么打吧 这时候可能开矿会好一些 有个经济优势在 对刚才第一时间开矿可能会好很多 不过现在的话应该 有点来不及了吧 因为人家吹风等一下很快就会成型 数量一起来 大肆集成好 山医生买出来 那这个风矿一波的话应该顶不住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开矿了 练集吧 练集破一个六七十六四五人口 先打一波打出优势之后再开 这边有一个眼睛看到了 看到了你的四级DH 看到你的两级瘦王 诶 论了战因去阿里了 战因 有CD的呀 有CD的话 那就应该是招出来了的呀 这边买乌迪吧 没有全部卖了 这也没办法 还是没有买三发 都49人口了还没有买三发 我已经买了 已经买了一个DK 现在就 就等吧 这边就等 等本群补 无敌也可以买的呀 这边已经是破了58 58人口 60人口上线吗 有没有补第五的地洞 第五这个 我说有没有补第六的地洞 好像是没有 没有补地洞的话可能是 准备开矿吗 还是准备打一波 这是应该准备打一波的 他没有补第六的地洞 然后这边没有开矿 那这肯定是准备去打一波 一波奠定优势 然后开矿 还是一边开矿一边压 哦 这样玩的呀 一边开一边压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还是不如早一点开 这个阵型不好吧 不过好在暗夜精灵它是没有 没有那个精灵龙的 我靠 看一下ZDR这个怎么操作的 ZDR吹风的 摄氏主打吹风的操作 应该是目前为止 跟斧赖差不多的 他跟斧赖各有各的特点 操作方式不一样 好这边狮王可能要死 狮王先走一步 这边有没有TP 并没有TP 4G的DH有一本群补 没有无敌 好了 4G的一本群补 PC已经没有充气波了 那这个阵型的话 我还是感觉ZDR难打 ZDR没有无敌 箭子会一直飞 好这边死了一个TP 4G的DH没有无敌的呀 然后被大致围殴 感觉是要悲剧了呀 好了 DH先 先死了 ZDR到这边 疯狂再开 而且是退到了50分口 退到50分口 好 这边是买货的4GDH 过来切苦工 每人割一刀 买了个小无敌 对嘛 你刚才早点买无敌的话 DH就可以多剩一货了嘛 刚才木人在这里等群补的时候 是没有买无敌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可能是没有钱 有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表示并不能理解 我表示并不能理解 好随便精灵侦察到寿主的分框 寿主现在只有45人口 人口有点敌呀 买一个绿皮吧 绿皮暂时没有CD 这没有无敌 这没有无敌可能要死的呀 这没有无敌就死了呀 这没有无敌就死了呀 好一个漂亮的补位 咳 咳 现在ZDA怎么办 但是ZDA在这个地方 杀了 木 在这个地方杀了木的三个英雄 然后木买后DH还可以翻盘 真是屌 不过现在还不好说 这边还可以跑一波狼琴 其实吧还是有 还是因为木买等级太高了 很早以前他DH就4级 只要吹风他是有英雄等级的 那他就不慌 他都了得就迟早都有 迟早50人口之一波 这种部队一旦成型 就有跟你受够交战的指纹 英雄等级太高 射王还好主要是DH 这边没有全部拆掉了这个分框 现在是48打47 双方都是7纯口上线 木买这边被拆了两口越紧 三口越紧吧 这一波DM没有TP 没有剑圣 蝙蝠过来 有没有找到金铃龙 并没有找到 好了 这一波的话很难打 已经5GDH了 看他是生三级出了三级闪避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的呀 其实抽和闪避都可以 三级抽 好了 那这TC对围的话 这边还是想再坚持一下 还是想再坚持一下 现在这边235的英雄 买活TC 健身复活 还是有一战的资本 还有一战的资本 对吧 一见面先杀你两个英雄再说 所以这个时候唯一做的就是不要放弃 不要放弃就还有机会 445打39 445打39 有一本群补 两本群补一个无敌 双群补加一个小无敌 暗夜精灵这边是没有群补的 虽然暗夜精灵没有群补 但是T4也没有蓝 这波T4要是有蓝的话还可以玩 双群补加无敌 先秒英雄吗 现在现在精灵步度有点脱节 回头秒秒一波英雄 哎呦 这这miss 这怎么玩 然后死了一个白流 顶无敌砍射王 狼奇无限王 不过只有两个狼奇 来了一个新的 第一个小无敌上去 现在剩下一个血瓶 剩下一个血瓶 有本群补吃掉 好了 现在大家都是没有任何的补给 只有砍DH 这没办法 DH输出太高 还是有机会啊 四季剑圣 高了两个跳匹 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 哎呦 连续两个丢失 好 转身切了得 转身切了得 这波打得很好 这波DDR打得很好 马上TC5级 感觉这种局面又可以玩了 一个冲击波 好的 5级 哎 转身砍DH啊 疾风波 对 好 先43打41 又5级TC5级的剑圣 买一本群补无敌 没有无敌迈 可以买不群补 继续转身 转身砍DH 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砍 先走吧 先回家补给 这个时候就是要操作特别的清晰 不能冲动 几风波吧 现在还有400多的钱 矿里面还有2000多 这边转身 转身砍射王 感觉好像有点冲动了 不过可以杀死 哦 一个保存 所以很看人品有时候 嘖 就特别看人品 刚才这个地方要是DH出的不是miss 而是剑出的跳皮 那可能局面就不一样 再像这里 射王死了之后 情况也不一样 也就是说 ZDR在这个地方没有放弃 在这个地方没有放弃 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后面明明很有智慧的 只是运势不怎么好 然而现在 37打49 双五英雄 打这边的 还是235 还是可以打 还是可以打 虽然没有无敌 没有群补 不过有三极的充气波 好爽 这个充气波 有本群补 好了 4个群补 还有1发充气波 狼西继续往DH TC充 好 剑阵被围 剑阵被围怎么办 好 好 DH进生 这个最高的数数也来了 四王 四王先 哦 剑阵先 四王保存回家 加里应该是没有月景的吧 对加里是没有多少月景 所以像这种暗夜精灵打到残局 他没有井水 其实也很难受 但是色主有药膏有补给 不过无奈 这把精灵等级太高 主要是前期莫顿的这种雇佣开局 就注定了他的色王出来没地方念 但是他通过一些一些比较奇特的路线 和一些不一样的节奏 像DH过来 嚇唬色足 假装我要来烧掉第一波 其实他并没有来 而是DH吸引你剑阵部队的注意力 然后色王跟黄皮绿皮 一起去偷色足的点 这些点偷的特别伤 偷的力量很伤 然后这是莫顿前期的一些优势 后来在这个地方 由于他偷点偷的过多 有绿皮黄皮这种部队在里面 了的又比较少 然后在这个地方被DH抓了一波 DH这波也打得非常好 杀了莫顿两个了的 一个黄皮 并且是交了一本TP 然后DH撤退 撤退之后构筒补给 最后 最后 Moon买出TK在这个商店这边 是没有任何道具的 一本全部都没有 只有一个无敌 然后他并没有买 然后他就 跑到这个地方 跑到这个地方 最后DDR一波抓过来 在这个地方 打了一波 这个地方打了一波 然后这一波的话 是DDR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就损失了两本群补一个无敌 换了 换了那个Moon 一个高等级的DH 和两个 和两个英雄 还有射王跟TK 就是射王DK DH 三个英雄 以及一些了得 然后继续练集 Moon这边买货DH 这边继续 杀苦工 买道具 在这边 好像是买到一本群补吧 这是他的第一本群补 然后后面冲到 VDR这里 VDR不小心被杀了一个剑胜 但这一波剑胜 即使被围 我感觉还是很难打 因为说服率就是这样 他的五孙口成心很快 而且了得 基本上 基本上就 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 不用考虑经济的问题 然后三英雄等级也有 DH有等级 射王也有两级多 然后TK就无所谓了 有等级 有人口 当时VDR也是只有50 所以我觉得VDR 见识技术不实 可能这个分框也守不住 然而VDR是选择第一时间去对拆 那这也是很明知的选择 不过Moon有一个TP 然后VDR这边也是送的点多 所以这盘的话 主要还是Moon的等级太高 好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 下次见